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对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靠在墙壁 背我的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 感觉到一台久久录音机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 温暖的是不在她心里面 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 把手牵着一起梦 又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美丽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就此想 好的 今天的清唱时刻呢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呢是母亲节 首先祝 我的母亲节日快乐 也祝 这样好像有点正式 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 然后还有就是全天下的妈妈都能够节日快乐 对 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 要天天开心 少一些压力吧 然后希望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能给妈妈少一些负担和压力 能让妈妈轻松一些 对 这个也是我唱这首歌的一个意义 对 可能我小时候还是会有点小调皮 但是我觉得人嘛 他都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的 所以说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OK 那就再祝一次 母亲节快乐 那就早点睡觉吧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